当医师超辛苦!明杰直呼,好险没听妈妈的。 明杰,又,加入实习医师斗阁,与于秉燕有对手戏。 图民室提供,20101803.30。 偶像团体SpeedZo的明杰加入医疗喜剧实习医师斗阁,明杰为了新角色陈天才,还特地把头发从金色染深,相当敬业。 明杰在经过几天特训后,也直呼,还好以前没听妈妈的话要当医师,真的太辛苦了。 明杰透露,次次加入剧组于孝珍和于秉燕两位前辈有对手戏,让她感受到震撼教育。 原来跟小珍对戏的时候,常常会有不在剧本内的爆笑台词出现,让明杰忍不住笑场。 其中与于孝珍有一场互相靠近对马又互瞪的戏马,忍不住笑说,刚刚真的会害羞。 明杰演出实习医师斗阁,图民室提供20101803.30。 此外,明杰一加入剧组,就要拍摄《路边急救》,不仅有许多急救的动作与专业名词要背,甚至上救护车还要剪开病患衣服抢救,让她十分紧张。 明杰表示,为了专心演出,开拍前特意不跟其他人互动,拍摄完毕后,明杰则忍不住自博,小时候妈有希望我当医生,还好我没有听她的话,演出医师才发现医师的抗压性真的要很大,而且很辛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